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来我们由中国红行动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是六一了 我们最想回到的就是小时候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带着大家返老还童 大家看我们的现场有一扇门 告诉大家它可不是普通的门 这是一扇有着神奇魔法的任意门 因为它可以带我们穿梭时空 来 我们有请四位嘉宾 我在马路边 见到一份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有点 好开心哦 对我把头颠 我高兴地说了声 叔叔再见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小朋友 小朋友们 课间休息结束了 请回到你们的小课桌前吧 好欢乐呀 哇 我觉得今天大家一换装之后 都认不出来了 感觉看到的是老张家的小张 老连家的小连 老耿家的小狗 还有一位是老张家的小雪莹 一下子时光就倒回到了 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间里了 是不是 清姐刚刚在做游戏的时候 感觉浑身充满了活力 真的像小姑娘一样 所以您是不是特怀念 年轻时候自己最美貌如花的时光 真的是好怀念啊 你想那个时候一到下课 大家在一起跳皮筋 都不知道什么是叫泪 刚才我那跳了一会儿 就喘了 有一点啊 老连家的小连呢 小连想回到年轻的时候吗 刚才一上场啊 看他们跳皮筋 踢腱子 完了我拿着这个风筝出来以后 感觉真的又回到了童年了 那时候经历旺盛 一天大晚只要放着学啊 几个小伙伴整天的就干这 也不知道累 一过了五十以后 我就明显的感觉体力不行 你看最近啊 前两天我爬香山去了 爬香山以后 好长时间缓不过来 不像过去 过去你玩那么累 睡一宿觉 什么事没了 说在小的时候呢 我爱好体育运动 就是经常拱铁花 包括长跑 田径 都是比较强项 小的赵天现在已经都不在 只有这一样毕业证 一直伴随着我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重返 我们经历最旺盛的一个时间 是不是 对 小的时候的时光真是的 那个时候我挺喜欢体育运动 和文艺爱好 当时唱现代京剧《红灯记》 演小铁梅 对 演小铁梅下场以后拍的照片 我感受到了 各位在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光的时候 眼睛都是放着光的 可见呢 其实那段时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特别珍贵的 所以呢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返老还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帮助大家来实现这个愿望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呢 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 角伟老师 欢迎角老师 你好角老师 欢迎您 你好 谢谢 那角老师啊 我知道您平常呢 主要是教学 同时还在做康复的这方面的研究 那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 要想让我们稍微上点年纪的人 能够返老还童的话 能实现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至少是让我们看起来不那么老 我们的功能呢 不会衰退的那么快 要想完成这件事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活动 我们不仅要练脑 也要练体 让我们的身心都达到一个不衰老的水平 就可以让我们耳聪目鸣 从这两张图片当中 大家可以看出谁更年轻呢 那当然是在运动的这一位 这两张一对比啊 这位老先生的感觉明显的就是老态了 一看这位 一看他喜好运动 活力四射 勇敢是年轻的感觉 所以看来运动就能给人带来年轻 能够返老还童啊 是的 运动呢 它是这样的 它第一个 首先能够把我们的关节润滑起来 这种关节润滑呢 就关节的柔人性也保持了 就不会觉得 很多人爱说一个老胳膊老腿 为什么呢 就像肌肉和肢体都轮缩了一样 这样我们老活动关节 关节的柔韧性也保持了 关节软骨的营养也有了 那么关节就不容易劳损 不容易有关节疼 那也更容易参加运动 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呢 运动会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率 这个代谢率的提高呢 就会让我们的细胞更加有活力 就相当于有能量了 是吧 所以这些人看起来 基础代谢率也高 那么面色就很红润 就不会觉得无精打采的 再有一方面呢 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练肌肉 肌肉是参加所有活动的一个保证 也是日常能够自理的一个保证 正常每年要丢失1%的肌肉含量 所以呢 那是筋不住丢的 那么就要把肌肉练起来 就能够延缓这个增灵 导致的一个肌肉的丢失 对关节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也对我们参加活动和社会生活 都提供了一个基本的 这种力量和耐力的一个保证 所以能够坚持锻炼就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年轻态 如果持之以恒的话呢 也许就可以做到返老还童了 真的是 太好了 我们都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人生状态 其实刚刚呢 我们嘉宾在玩这个儿时的游戏的时候 看到每个人的那种状态 特别的有活力 而且特别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今天您能不能够带着大家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简单有趣的儿时游戏当中 让我们重回青春的时光 真的 我觉得是可以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棒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呢 不是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个游戏啊 太熟悉了 一个是翻绳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这个东南西北 小时候一定玩过这个游戏吧 玩过 一到课间抄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 只要是能休息五分钟十分钟 我们一群女孩子就在一起玩这些 都是自己做的 这个东南西北也是自己 叠的 叠完以后写上 玩让你猜 你要哪边 男孩子会玩这样的游戏吗 这主要是女孩子玩 翻绳 我没少玩 就是过去 一课间也好 在家里 翻绳是技术 有时候翻 谁翻不上来 最后谁输 好像现在年轻人没有玩这个的了 是吧 很少啊 因为那时候没得玩 就玩这个 也很好玩 有意思 翻绳 其实这些都是手指的游戏 现在小孩的手指游戏是 滑平板电脑 和滑手机 那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翻绳 还有东南西北的游戏就能够帮我们繁老环童 是这样 就是有一句话叫心灵手巧 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食指真的是连心 古人的心就是脑 我们的每一个手指都对应着脑部的不同区域 来刺激着脑部的不同功能 我们的右手和左手啊 在脑部这部分是有一个交叉的 在右手这一部分 它是对应着我们的左脑 右手这一个拇指呢 对应着我们的前额叶 它是什么呢 来做一些我们的这种管理性的工作的 有计划有管理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拇指脑洞 那么这一部分刺激的脑区 这一个区域就被动起来了 那么左手的这一个拇指呢 它是对应着我们前额叶 但是它的区域呢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它管什么呢 判断啊 还有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右手的食指 大家知道食指都很灵活 它是对应着我们左脑的这种后额叶 就是蓝的那一个区域 它是管一些逻辑啊 推理啊 判断等等这一些工作的 然后就是左手 左手的食指 它是对应着右脑的后额叶 所以这左右两边都是对着的啊 但是呢 它是管什么呢 管想象啊 空间啊 空间的构造啊 所以跟创造力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中间的中指 对应的都是顶叶 它是都跟身体的活动 密切相关的 比如身体的控制 身体的节奏 这种律动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的食指如果都动起来 大家看大脑的所有区域 是不是都被刺激到了 真了不得 真的是 其实呢 在整个我们的脑部区域上 针对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支配的面积 或者叫区域是大于我们三倍的支配 整个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脑部运动的面积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手部是非常精细的 对脑部的刺激非常全面 要想保证我们脑部的原生态 也就是说它不衰老 还那么健康 还依然有活力 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 就应该练食指 把大脑刺激起来 对啊 就拿翻绳为例 那就是食指在翻绳的运动当中 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跟协调 对 一个是食指都动起来了 再一个 就是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它会有好多的设计 我怎么样才能让另一个人更难 是吧 所以他们当时呢 真的是很动心机 又把这个手给配合起来了 是一个很有刺激性 也有趣味性的一个活动 对 但即便是东南西北看似简单 但其实也得挺灵活 就得一二三次 就是来回变化 对 就是刚刚四位嘉宾也提到了 小的时候呢 一些游戏的材料 都是就地取材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绳啊 纸啊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 其实我们去到体育用品商店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器械 都跟手部的锻炼有关系哦 对 那如果我们要是利用这样的一些器械 会不会加强手部的刺激 同时让我们的大脑功能更强大 烦恼还童了 是会的 好 我们先拿上道具 也请出脚老师的助手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独家冠名播出 您先给大家做一个正确的演示 好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就有很多的凸起 我们可以把这个球放在手掌这个地方 用五个手指一起往中间抓握这个球 既能训练我们这个抓握的动作 又可以训练我们这个抓握的肌肉力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复做这个动作 这样会加强手部的刺激对吗 对 还可以加强我们手部的肌肉力量 这个呢 是我们先将四个手指 从这个四个孔中穿过来 然后把拇指放到外侧 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往中间抓握的这个动作 哦 它这个压力挺大的吧 对 好 还有另外一个呢 您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 这个球呢 是我们先把四个手指 从中间穿过来 因为它这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我们既可以做右手的时候 把这个拇指穿到这儿来 又可以做左手的时候呢 把这个手指穿到这边来 把拇指穿到这边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针对性地 练我们手指的这个力量 好 我们让清姐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来 这个就像刚才雨昕似的 给穿过去 然后做这三个练习的时候 您可以仔细体会 这三个练习的东西 虽然都练手部 但是它刺激的区域和用力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同时啊 两个人 我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啊 这两个 来吧 清姐 使劲 费力吗 清姐 我觉得是这样 一下两下肯定轻松 但是你要做几十下 做五百下试试 对啊 其实啊 它不仅仅是力量 还有一个你用力的部位 就像这个 就要刺激你这个手指 从这儿发力 那一个呢 是从这个掌指关节这儿发力 哦 自己的关节的部位不一样哦 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您看啊 专家讲了以后 我再感受 和我自己拿上来 就这么 瞎捏 真的是不一样 我就知道这个 是这儿 这个关节在用力了 对 这边呢 是完全在 这个 这个大的关节在使劲 对 完了加上这儿的压力 这儿 那你再试一试 那个球球 流星锤 好啊 好啊 这个有按摩作用 感觉 那我这个掌心都有 刺刺刺刺的那种 舒服吗 挺舒服的 那我们平常是不是 没事就在家 你也有没有次数的限制啊 一般的话 我们是在没有引起 不舒服的情况下 我们二十个文艺组 如果要是时间充沛的话呢 我们一天可以多做几组 要是不充沛 我们可以每天做三组 太感谢了 我觉得这三个东西 我都得买给我爸爸妈妈 你也要买 对 我自己也要练 没错 自己买回家也要常练习 让我们可以保持 更年轻的状态 好 那我们先把道具撤下去 请清姐先回到作为休息 好 刚刚咱们是利用了一些 小小的机械 也加强了这个运动的强度 和趣味性 那有没有徒手做的一些 能够刺激我们手部的方法呢 有 手部的动作呢 我们叫做分指动作 起始的姿势呢 是我们的小手指 无名指 中指和食指是并拢的 我们掌心朝下 指尖朝前 首先我们是先将 小手指跟其余三指分开 两边是同时进行的 然后我们再回到 起始的位置 之后是小手指 跟无名指并拢 然后与其余两个手指分开 哦 有难度了 对 好像连老师做起来 有一点吃力 这边不行 左手可以 右手加油加油 右手不行 右手还是分不开 哦 其他的两位呢 能做到吗 得这样 你看 难度大 得并 行啊 搞不定啊 我这左手行 怎么右手不行啊 不行 我也这两个分不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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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右手好像做不到 诶 先并 我也是右手不行 你看 左手没问题 哇 好厉害啊 你可以 左手没问题 难度挺的 啊 这做不到 所以就需要练习 是吗 是这样子的 对 嗯 练着练着 我们就会更适应 做这个动作 做就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然后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小手指 无名指和中指 与食指分开 嗯 对 然后再回来 分开 再回来 还是同时进行 好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 一次地做这个动作 小拇指 对 两个指头 三个指头 十指 对 然后重复 我们可以十五个 是一组 一天做三组 啊 所以大家为了让自己 能够反老还童 就要勤加练习 这样的动作啊 还有呢 第三个呢 就是叫做八打四 嗯 我们可以左手 比个八的动作 右手比个四的动作 然后我们同时交替进行 我们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啊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 从慢到快 八打四 再换手 对 另外一个手 八打四 对 然后再换手 哦 大家能做到吗 加油 八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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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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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加油 最后我们就跟跳舞 手指已经乱七八糟了 可以练习的 可以练吗 是可以练的 这样我们就手指连脑 然后脑部功能提高 反过来控制的更精细 所以大家看 我们就是在欢笑当中 在游戏当中 就让我们找回到了曾经的样子 同时我们的整个的机体 又重新回到了年轻时候 特别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这就是返老还童 那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游戏 也可以让我们时光逆转呢 我们要打开 可以穿梭时空的任意门 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小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做完之后都满头大汗 哎呀这个要玩这个可是小孩全疯了 东西死了满场的跑 那过去玩的时候 连老师您是不是就是专门打人的那个 特有劲扔沙包 你说的完全正确 基本上玩的时候小时候 我力气大 我那时候发育也早 我就在同龄人的时候比他们个儿都高 后来到高中我长人都超过我去了 我就没长 但是小的时候我基本都是打沙包 而且我打得还特别准 那这样的一些儿时的有趣的游戏 真的能够让上年级的朋友也返老还童啊 是啊 这个沙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炼什么呢 炼人的反应力 就是场中的人炼反应力 投包的人炼力量和准确力 所以它是炼动作的精细控制 那这个在场中的人 为了让沙包不打到自己 那它就要有观察 先看 然后要有反应和策略 怎么能躲开沙包 在躲的过程中 它就有挪腾这种跳跃 所以它又把全身的系统都锻炼起来了 所以它就三步 接受刺激 综合分析 然后适度反应 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被我们比较轻巧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这个过程呢 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出现反应力减退的 首先我们对这种刺激 也就是信号的刺激 没那么敏感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脑部的综合能力也弱了 在传出的时候呢 神经肌肉的速度和协调也下降了 整个反应出来 那么就是反应力下降 那既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 我们也带着大家呢 来看一段动画片 来看看剧中的这些卡通人物 他们的反应力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感觉到谁更灵活 谁更迟钝一些 9 THD03 T HD03 H D03 D D03 Zero 三 Hey Flash, want to hear a joke? No Sure What do you call a three-humped camel?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call a three-humped camel? 3. Humped Camel Pregnant 老了以后真够强 所以趁着现在还年轻 真应该积极地锻炼 你一看那个 就是剧中叫闪电的 就是那只可爱的小树兰 你要猜他的年纪 可能就得100岁了 那那个小兔子 就是反应特别地灵活 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反应力 真的是能够体现年龄 是啊 这个如果要是反应力不足 那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反应可能都慢 比如像走路的时候 要是踩到一个石头上 正常地反应 它会快速地感觉到它 然后肌肉快速地收缩 然后保持住平衡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要是这儿呢 对它信号不敏感 然后反应又速度慢 就跌倒了 这个反应力呢 在生理学上 它是有三个阶段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所有的感官 把这信号捕捉到 然后大脑就综合判断地更准确 脑部综合判断以后 要把它传到四肢 来进行相应的反应 完成相应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 我们的关节肌肉 它的功能也要正常 所以练习的这些肌肉呢 也是很重要的 能够保持灵敏反应的一个基础 这就是说 假如你其他都很好 肌肉没有了 它就等于实现不了 所以练肌肉 还是一个保持我们反应力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理解了 那现在各位的反应力怎么样 大家想不想知道 现场能试吗 可以呀 那我还真想试 对 那辛苦贾老师 带着我们四位嘉宾来测一测吧 各自的反应力现在如何了 好 嗯 我们先拿上道具 谁愿意第一个来体验啊 来来来 清姐 看看现在清姐的反应力怎么样 嗯 这很好玩 小心一点 这很好玩 很好玩 我呢 是不定时的 给它放下去 嗯 您看着它 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它 好的 就是越快越好啊 好 好 这也不错 多少厘米 二十点 二十点五 这个成绩怎么样 也还是不错的 哇 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真的很棒 下一位可能就有压力了呦 脸老师 来吧 你看 十六 呦 一次 一次 厉害 不错 不错 真的很好 好 好 多少 二十 二十厘米 也都是不错的 是 那雪莹姐 来 哎 这直接夹 等同于雪莹姐是没有捏住尺子 对对对 这是没什么 这个就是要少于这么大的距离了 也就是这个尺子是测不出来您的反应力了 哦 这个尺子一共是多少厘米 这个是四十厘米的尺子 四十厘米 对 也就是说它滑落到四十的时候 你还没抓住它 哇 雪莹姐 你流糖了 待会儿我再告诉您为什么要流糖 对 因为刚刚其实每个人成绩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也玩这个游戏的话 比如说超过多少厘米 我们的反应力就有一些下降了 这个大概的就是不要多于二十个厘米 比较好 雪莹姐想不想把自己的反应能力提升一点 让我们再回年轻态 那一定的了 那我们就请上冯老师 欢迎冯老师教给大家提升反应力的方法 冯老师这是要带我们打乒乓球 对 我们可以现场来进行颠乒乓球 这么简单怎么就能够锻炼我们的反应力呢 因为首先呢 如果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玩 对方打来球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接回去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专注的反应力 能够很好很准确地给他接回这个球去 要我们自己玩呢 我们需要保证这个球一直不掉落 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力 来专注在这个球的上面 感受一下好不好 雪莹姐 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手持拍 对 然后呢 在上面来颠平方球 好 越来越棒 加油 加油 很棒 鼓励 鼓励 雪莹姐 对 很好 加油 加油 真很棒 全靠反应力 很好 很好 真的很不错 很好 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贾老师 很棒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每一个球 每一次都是新的 他要全身用步伐 用体态 用专注力 还有精确的控制来做反应 对 对 完成得很棒 这个时候 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开心的同时也得全身运动 然后精力集中 对 不断地看着球走 我觉得还烈眼力 对 是 过去之后和其他的小伙伴玩起来 好 谢谢冯老师 谢谢 您请请莹姐 先回坐歇息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任意门呢 把大家的时光 拉回到最美好的那一段 背后有什么样有趣的儿时游戏 我觉得每一个人小的时候 都玩过跳房子 那男孩肯定要是不玩斗鸡的话 就别人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 我跳房子跳得很好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经常赢的跳房子 你看 那连老师跟耿俊哥 小的时候一定玩过斗鸡 是不是 玩过 现场咱来一下吧 来吧 来来来 北京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撞拐 对 撞拐 这俩人谁把谁等一周撞倒了 朱渊晨 好 加油 连老师 哎呦 耿俊哥现在没有笑风 你看 年轻几岁就是不一样 你还别扔这两下还挺快 可不嘛 可不嘛 好 这两个游戏啊 对于我们返老环通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身体的平衡了 大家看 这两个动作都是单腿支撑 练的是平衡能力 刚才梁老师做的 实际上它就是柔韧性不够 这条腿抬不起来 所以它就在这儿 太胖了 这么来做的 所以柔韧性要求什么呢 关节功能正常 肌肉功能正常 全身上下协调用力 才能保持我们的重心 在中间不被跌倒 所以它就是练的我们的平衡能力 它对一生都很重要 我们能跑 能跳 能投 都跟平衡离不开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平衡呢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身体的 各个部分的综合能力 首先就是要核心稳定 有力量 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腹部 这一部分它要有力量 保持我们的腹内压很紧 这样才能支撑身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我们身体的柔韧性要好 比如说在跌倒的时候 身体先要弯曲啊 然后你伸展的时候 能伸展得开 假如都是缩着的 颤颤巍巍的 我们的关节打不开 实际上关节的功能也不能发挥 这样呢 柔韧性也成为 保证平衡的 另一个必须的条件 除此以外呢 就是我们的关节在那儿了 肌肉也在那儿了 但是神经对它的控制 整体的协调性好不好 如果协调性好 它就能把关节肌肉 协调起来 让它们能够统一地 按照一个目标工作 这就是协调反应能力 这个也需要练 练好平衡呢 就可以防止老年人 一个最怕的事 就是跌倒 跌倒呢 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风险不可控 说轻了吧 可能就崴了脚 但是重的呢 它可以是骨折 也可能就是 因为骨折失去生命 因为老年人就怕 卧床嘛 一骨折就要卧床 很可能永远都起不来了 所以它就失去了一个自理 那么要练好平衡 是保证自己这一辈子 都能自由行走 自由移动的一个基础 没错 另外我相信大家都会有 这样的感觉 你想 年轻的时候小孩都是 这样就走了 是不是 跑跑跳跳的 那说明平衡力很好 不会摔倒 但是稍微上点年纪之后呢 平衡力差了 你看有人走路就是 小心翼翼的 就得弯着腿 颤诚巍巍的 还要扶着栏杆 平衡力下降 就会让我们看起来 行走啊 坐卧啊 都会显老态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 一些有趣的游戏 也可以帮助大家来提高 我们的平衡能力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 一些有趣的游戏 也可以帮助大家来提高 我们的平衡能力呢 练平衡 单腿战 是一定要完成的 当然先第一步是什么呢 先要单腿睁眼战 如果要是说 还能够完成得非常好 那就闭眼 难度增加了 就难度就增加了 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 至少单腿站立 应该要达到30秒钟 叫优秀 10秒钟 是能够完成基本的活动 5秒钟以下 就行走的风险都很大了 两侧都要稳 因为我们在行走过程中 是两条腿都要用的 所以不能只练一条腿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是站好了 我们的核心区这一部分的肌肉 要很有力量 腰腹 腰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侧 要很有力量 所以这儿呢 要绷紧 要能把骨盆和胸壳之间的关系 能够给它保持住 要对应好 所以核心要稳 然后呢 我们下肢呢 还要再稳 当然你在练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这种转动啊 但是这就是锻炼的过程 一定要坚持住 这样呢就会好了 这个做起来应该也是 需要专业的训练的对吗 是啊 那我们还是邀请冯老师呢 到台上来教给大家具体的做法 欢迎冯老师 首先呢 我们先把整个的身体重心 都移到左脚上 然后右腿呢可以抬高 然后保持住稳定 我们双手可以放在上半身这儿 然后是睁眼 保持三十秒 是一组 每天可以做三组 然后我们在保持的时候 闭上眼睛 当然为了安全 我们周边是可以有一些墙面啊 或者是桌子来支撑一下 以防我们跌倒 对 然后再换这边 我闭上眼睛 这太难了 对 然后闭上眼睛 哇 哇 这个真的 没错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很难 我觉得这难度不小 挺难的 就是因为难才需要去锻炼 咱们俩的身材行吗 加油啊 我觉得任何身材 任何年龄段 咱们主要是开始练习都不晚嘛 好 来 单脚 站立 好 加油 王老师看一下 他们可以吗 不错 刚才说低于十秒 就是不及格哦 连老师 加油 看来我这腿有问题 哎呦 他上了 清姐可以闭上眼睛吗 脚的位置不对 但已经很棒了 所以老年人呢 也不一定要求闭眼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感官 都利用得充分就行 那是一个更高难度的了 是吧 所以至少应该是什么呢 睁着眼睛 要能达到三十秒 很优秀了 至少要让他达到十秒以上 行走才能够 是有一个保障的 否则这个保障都悬 是这样 勤加锻炼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回到座位 也感谢冯老师 大家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节目的录制呢 是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的 没错 这些儿时的游戏呢 都让我们重拾了 久违的笑容 同时还帮我们 再重回这种年轻态 让我们能够返劳还通 都说呢 人生是一趟单程车 我们呢 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 它的行驶的方向 但是呢 我们可以延缓这趟列车 行驶的速度 让我们的生命状态呢 越来越昂扬 越来越有激情 让我们都像孩子一样 充满了童心 充满着好奇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非常感谢贾老师 带着大家 又找到了那么多 有趣的游戏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